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邱和盛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希望可以透过脚镣跟手铐还有眼罩象征邱和盛已经被囚困了32年的时间 我们今天在总统府前面进行寂寞闹行也是邀请大家可以再次关注邱和盛 邱和盛其实也是在28岁的时候就被冠进检索 那自己已经过了32年所以他今年就又10岁了 所以我们会从年轻人自动饰演邱和盛 然后等一下带大家进行整个的寂寞闹行 那我们寂寞闹行预计会花32分钟也是希望可以象征就是邱和盛被囚困了这32年 那在最后我们在终点我们会就是让海望邱和盛脱下囚困他的手套 脚镣跟眼罩 我们希望在今天在2020年我们真的有机会可以为他迎来 睽误32年的那一道田光那个自由 去年的模拟亚洲人权法院判决说台湾政府积压邱和盛32年 这个积压本身就是酷刑 真的是判了一点都没有错 这个就是酷刑 更不要讲说一个寒冤 埋在那个看守所里面 阴暗的角落里头埋了32年 把他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都放在看守所里面腐烂 这是更大的酷刑 我们希望总统能够早点特色丘和盛 刚才绕行了32分钟 32分钟每一分钟 代表着豆和盛被积压的每一年 虽然说我们今天戴着手铐的目的 是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象征性的体验 但是我必须说 很惭愧的 我过去都一直以为豆和盛在看守所里面的痛苦 我多少能够理解 但是其实在戴上今天这个手铐绕行之前 我一点都不理解 戴上了这个手铐 并且陪着我们的临时演员哈利 这样子走的一圈 我才知道 戴着手铐、戴着脚梁 这样子走 有多痛苦 而这只是邱和盛每一天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个案件 是台湾司法的最大的错误 也是最大的污点 但是司法体系本身无法自我更正 无法认错 只能够透过总统 特色邱和盛 来改正这个极致 极致性的极致性的司令 找点特色邱和盛 让邱和盛出来终结这个故事 也让我们 就因为这个案子良心被捆绑的人 都能够从这个捆绑中释放出来 海望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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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邱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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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和盛 无罪 邱和盛无罪 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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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